欢迎来到英语文法语谷拆解术的课程 我们会将之前所学的 零散的文法知识点 做一个整合式的训练 第一课到第七课 你会觉得很简单 那是因为我们要从最基础的句型做介绍 进入到第八课之后 就会开始涉及复杂的观念 需要更多的文法判断 对了 动手画语谷图是非常重要的手作过程 千万不能省略哦 完成了53课的学习 你就可以画出复杂的语谷图 任何长男句再也难不倒你 现在请开启这段语谷文法的学习旅程 第一课我们介绍英文句子的基本句型 主词加动词 主要是要学会将句子切成主词和动词两部分 我们来看第一个句子 fish swim fish 鱼是主词 swim游泳是动词 这种动词一个字就能表达完整的意思 这是现在简单式的句子 表示一般性的事实 接下来这句 they are coming 他们来了 come也像swim这个动词 一个字就能表达完整的意思 只不过are coming 是现在进行式 表示进行中的动作 下句 they're coming 和上一句的意思一样 只是壁动词are和主词缩写在一起 接着这句 我们看到了更长的动词部分 he should have been sleeping 他应该是在睡觉 should have been sleeping 整个合起来 是这句话的动词部分 should加上现在完成进行式 是一种假设语气 表示对过去事情的猜测 在分辨完这些句子的主词及动词后 现在示范如何用鱼骨拆解数 来解析这些句子的结构 请看这个鱼骨框架 基本句型是由一条横线 和一条直线组成的 主词放在左上方 动词放在右上方 那么刚才说的第一句 fish swim 鱼骨图怎么画呢 现在用SA平台示范给同学看 打开sentence analytics的网站 输入同学的帐秘 登入后点选sentence diagramming app 在上面的文字区中 输入或贴上fish swim 之后按enter fish swim就会出现在下方的工作区 将游标移到第一个元件 就会看到下拉选单 点选basic sentence 十字形的符号就会出现在工作区 把十字架移到工作区的中间 十字左上方的位置 用来放主词fish 然后把动词swim 放在右上方的位置 这样简单的鱼骨图就画好了 接下来第二句是they are coming 先在文字区输入或贴上句子 然后按enter 点选元件1下方的basic sentence 接下来把they放在左上方主词的位置 把are coming依序放在右上方动词的位置 这样就完成了they are coming的鱼骨图 是不是很简单呢 再来这句 they are coming 当句子出现在工作区的时候 同学注意到了吗 原本缩写在一起的they are 已经被程式分开了 虽然are是缩写 但其实它和上一句的画法是一样的 用元件1basic sentence 画出主词和动词 they放在左上方主词的位置 are coming 放在右上方动词的位置 这样鱼骨图就搞定了 再看这句 he should have been sleeping he放在主词的位置 should have been sleeping 依序放在动词的位置 在移动这些字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word order 文字摆放的顺序要和原文一样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